大家好,欢迎来到女神聊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因为小火尿出石油的故事 石油出来了 在日本想要找个工作岗位实在是太难了 男主碰壁,机会一冷的在大街上走着 好尿急,看见马路边的桶里面有火 就想着把火浇灭 没想到火一下子变大了 男主吓一跳,赶紧去医院检测 医生自己也吓了一跳 原来男主的尿液里都是石油 他回家的路上晕倒了 遇见了女主 女主带着他一起来到地里 男主得知由于石油枯竭 农机都无法食用的时候 他撒了一泡尿 机器神奇般的打着了 这下子男主的工作有了着落 每天的任务就是喝水撒尿 晚上男主正在尿石油的时候 突然停电了 他很疑惑 那么多石油怎么会停电了呢 开始找原因 发现他们居然把石油卖给美国 谋举暴利 男主一气之下和女主逃跑了 在没人的屋子里 两人按耐不住 发生了不可描述之事 醒来村子里的人和国家人员同时找到他 当想把男主带走 男主想和他们同归于尽 拿起点燃的火把 这次居然把火浇灭了 原来只有在男主是童子的时候 才能尿出石油 之后的男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并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是他的超能力居然遗传给了儿子 如果有这种能力 你们想要尿出石油吗 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观众展发哟